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好 我是冰郎 又有機會和你一起分享有關於我所學過的養生功法 我大概在十六七歲的時候開始接觸中國的武術 很喜歡去書局選擇中國的功夫、武術的書 你知道我們那個年代是剛剛李宗盛最紅的時候 去到書局除了中國的外家功夫之外 有很多內家功夫 還有很多關於動靜宮的介紹、拉筋、導引術等等 當時的興趣不是很大 但是經過幾次移居或移民之後 發覺到有多點時間去慢慢接觸他們功法的書籍 又有機會跟一些不同的師傅去學習 到了我回來香港大概二十七年前的時候 我開始真正跟一些師傅去練功 今天我所介紹的兩個功法我覺得相當好 尤其是對腰、臣、甚至脊椎都有好處 第一個功法是來自張廣德教授 這位是北京的著名關於養生、保健的教授 他創編了很多不同的功法 還有出版了很多的書籍和影片給你看到 我選了《引體領游十三式》裏面的其中一式 叫做《書空養體式》 你應該看一看就知道了 另外一個我覺得也是一個貴寶 雖然說它是相當簡單的 但是也是最流行的一個功法 叫做《八段錦》 《八段錦》只有《八色》 它是一種肢體運動 有些人說是一種拉筋的運動 還有它可以幫助到我們調理我們的氣息 我選擇了這個和邀神有關係 對他們有幫助的兩手攀足 《故神耀》 至於這兩式怎麼練法呢 跟我練功 首先開始練習的是《書空養體式》 《放鬆自己》 《十指交叉》 《掌心向上升》 好到空前的時候 轉掌、掌心向天 拉直上手 上手從地下成垂直 頭和腰向後彎 保持十幾秒左右 可以透望直 放鬆回 然後開始第二次 《十指交叉》 上升雙掌 去到空前轉掌、掌心向天 一路拉直上手 然後腰和頭向後彎 好放鬆 這個動作上身已經很明顯了 根據他們剛才的指示 拉直雙手 但是雙腳都要留意 都是拉直的 除了腰之外 眼睛可以看上手 看到上手大概知道自己的平衡位在哪裏 放鬆自己 頭向前望 放鬆雙肩 睡手 好 最後我要提一下呼吸 十指交叉 吸氣 一路向上都是吸氣 上到頂的時候就是呼氣 然後保持自然呼吸 上手拉直 雙腿拉直 小聲 雙腿拉直 再衝氣 就已經達到了這個招式的目的了 放鬆 放鬆 看 看 這個書空養體式 就結束了 接着就是准备我们练习的两手攀竹 顾神腰 双掌放在丹田前面 曲失 伸直双手 一直向上举 直到举上正上方 双手落 留意去到空前的时候 一转向后 按着背脊 一直双掌 落到腎如月 接着落到臀部 接着落到后腿 接着放在前腿 好 上 循运回刚才的动作 一直上到正上方 然后双掌向下 慢慢落 下到空前的时候 转向后面 摸住背脊 下肾如月 下臀部 下腿的后方 一路慢慢摸住自己的肌肉 慢慢转向前 稍微停一会 上 下枪 下飞 在这里我们稍微说一下呼吸的动作 上是吸 转掌 呼 去到空前有个抗空动作吸 一路双手落 落到腎如雨的时候准备弯腰呼 一路呼 假如呼到尽可以稍微自然呼吸 上吸 下呼 开我们胸膛的时候吸 慢慢下慢慢下 开始挖腰的时候呼 我们在这个动作的时候 稍微慢一点 让大家可以跟着去做 正式做的时候 我们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 在慢之中可以留意一下自己动作的准确性 然后感受一下自己的身体 好 我们再来一次 吸 呼 吸 吸 吸 双掌在神如穴 好像跟他按摩一样 让腰神 相连 好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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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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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松自己 两手攀足 两手攀足固神腰 收着丹铁 完食 好我们现在练习就是将 书空养体式和两手攀足固神腰一起练 首先是准备的姿势 每一次我希望能够令到自己放松一点 所以便练习 捧气灌顶法 稀入百会 慢慢下行去到丹田 所以这是一个放松自己的动作 亦是令自己集中精神 进入状态 这个可以在练习任何功法之前 都练习的一个准备动作 准备好之后就可以练书空养体式 正如刚才所说的十指交叉 向上拉直 好摆正头 放松肩膊 放松上掌 上手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上升 这个书空养体式 其实在 张教授引体领游十三式里面 是其中一式来的 即是说他在练习的七八分钟里面 是出现了一次 不过我们把这个 当成单式的练习 其实 对于我们的脊椎 脊椎附近的肌肉 也是有一定帮助 好 再来一次 好 再来一次 好 做动作最重要量的二维 做得多少就多少 不需要去到尽 好 再来一次 好 再来一次 好 再来一次 我开一次另一式 两手攀足 故神妖 首先是准备动作 好 守住丹田 好 放松 相掌 一路上举 举到去顶 落 放松 好 开胸 放松 双手 背脊 伸如月 跟着臀部 跟着后腿 跟着后腿 另外循环 上吸 呼 放松自己 可以面带笑容 好 由胸后面 跟着下腎如月 跟着 下去后面 一路在大腿后面 小腿后面 一路过去回前脚 起 顾腎 主要是活动了 旁肛经 旁肛经由我们的头 到背脊 到我们的触步 一路由上至下 这样落 感觉上 双手好像 跟旁肛经 有个按摩的感觉 有些朋友说 练这个招式 可以令到 要酸 背痛都会減轻 试一下 吸 呼 呼 放松 好了 去回我们开始的动作 以守丹田 好 可以收 收的时候 好像刚才我们所说 我们做收尾的 捧气灌顶 经过百会月 一路把气 带到身体的上面 落到丹田 这个是放松自己的动作 可以稍微面带笑容 感受一下身体 放松 放松 好 多小游人 看看你觉得自己 做得多少次 可以舒服些 就做多少次 慢慢放松 面带笑容 心里面有满足的感觉 好 完成我们的两式动作 包括了 书空养体式 和两手 攀足 固神腰 练完两式之后 是否觉得很特别呢 练完两式 会不会觉得 哇 腰很累 脖子很累 你可以体会到两样东西 无论是书空养体式 又或者两手攀足 固神腰 咬前咬后等等 可以活动到你的腰椎 和周边的肌肉 因为你少动 所以你可能会觉得 哎呀 酸酸累累 不过你休息一下 就没事了 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 我体会了两样东西 第一个就是西方的理论 他们经常说 你运动就是做一些 你平时不运动的肌肉 和关节 于是乎你经常这样咬 但你做运动的时候 反过来 这就是他们的反面教材 相反的一种运动 这是他们很主张的 你经常在乌前 对着电脑 但你咬后 做书空养体式的时候 你发觉到 腰得到另一种运动 于是乎便平衡了身体 脊椎 甚至是你的肌肉 筋等等 第二个我的体会 我觉得中国人真的很聪明 你连这些功法 正是对付腰 和这个腎等等 咦? 是不是真的这样的? 是的 中国的气功里面 无论是动荣静功 你发觉到 它有些地方 是将你的身体的某一部分 练好了 那如果你身体有十部分 练了十个部分 都是对身体好的部分 你整个人就好了 这是中国人的智慧 所以不单只要练今天那两式 其余 黎炳郎在养生狼里面 所和你分享的功法 你都要练一下 因为各有不同的特色 和各有不同的对身体的好处 最重要是身体健康 继续练功 有行心地练功的特别 下次再见 主持人 那麼可费 3 さ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